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一個波源 以10公尺每秒速度向動運動 並發出500赫茲的波瀾 以致波的速度是340 那觀察者所測的波長為何 他往這邊移動的話 那麼他這邊 他的波長會變小 這邊的波長會變大 我們看A 觀察者靜止於波源方向的正前方 觀察者如果在這裡的話 他看到波長是縮短的 側的波長變小 A是對的 這樣看B 觀察者靜止於波源方向的正後方 就在這裡 那側的波長是變大 所以B是對的 這樣看C 觀察者在波源方向的正前方 向波源接近 側的波長變小 這個波長是變小的沒有錯 反正在這裡 你有沒有往哪邊跑的話 側到的波長都是變小的 所以這個C是對的 反正在這裡側的波長變小 在這裡側的波長變大 這樣看D 觀察者在波源方向的正方方 向波源接近 側的波長變大 這個對的 在這裡是變大 這裡是變小的 所以A,B,C,D都是對的 所以A、B,C,D都是對的 P 3 3 4 感谢观看